在香格里拉对话会 最后一场分论坛上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 各国应先维护贸易关系 并警示大国博弈最糟糕的情况 使区域国家必须做出选择 使合作成为人人皆输的游戏 今年的香里拉对话会正式闭幕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 美国和中国作为亚太区域的主导力量 在双边角力的同时 需要面对的挑战是 在超越军事力量之外 还应具有区域内无论大小 所有国家所能够接受的基础 黄永宏呼吁各国先维护贸易关系 之后才着眼树立安全盟友 并警示大国博弈最糟糕的情况是 区域国家必须在大国之间做出选择 使合作成为人人皆输的游戏 香里拉对话会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 912之后次年也就是2002年起 在新加坡举办 在中美关系事件紧张的背景之下 本届会议创纪录的全亚太地区28个国家 都有派对出席 区域内各国应该如何自处 并维护区域的繁荣与和平 贯穿本届会议的始终 凤凰一世 李佳佳 新加坡报道